春节后开工第一天,中国海警2500一舰艇编队,在我钓鱼岛临海内巡航。 环球网调皮的评论称,这才是开工第一天应留的工作状态。 借着中国海警,去钓鱼岛开工的任何近,整支件微信ID, EQZHMJZHIGU,再来和大家说道说道海警转禁武警半年来, 其实吧,巡航工作有什么不一样? 事实上,虽然中国海警这次巡航踩点,在了截后开工第一天, 但实际上,巡航钓鱼岛对于中国海警而言,其实是一项例行动作,并不显见。 2017年中国海警编队,被曝光28次巡航钓鱼岛,2018年20次。 正支件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发现,自2018年7月1日海警正式转离至中国武警后, 其已经至少实现12次钓鱼岛巡航,时间分别在2018年7月4日, 2018年7月29日,2018年8月7日,2018年8月24日,2018年9月7日,2018年9月18日,2018年10月17日,2018年11月11日,2019年1月5日,2019年1月12日,2019年1月18日,此外还有太空首日的, 2019年2月11日,2019年2月11日,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出,进入2019年后,中国海警已经四次巡航钓鱼岛。 另外,正支揭也发现,选择在一些节庆日,纪念日彩点巡航钓鱼岛,也是中国海警的一个经常性的选择。 例如在去年的大年30、98纪念日当天,中国海警都曾付钓鱼岛巡航。 说起海警的转力,其实倒有短迷。 甚至借微信ID,BQZHMJZHIJU。 注意到,在去年3月,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之前,对于我国武警部队任务的定义中,就已经多出一条海上维权执法,而海警转立武警,则被看作是这一新任务的实施方案。 那么,转立武警前后,中国海警以及我国的海上维权执法流过变化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将问题专家王小鹏告诉政治界,我国海警力量,过去一直都存在技术上,制度上的一些短板。 实现转立后,在装备、人员、训练等方面,会得到长足提升。 在制度层面,也会助探一些新政策,突破以往的支法瓶颈。 从小伙伤看,会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主权、换侠权的重要海洋权益,从而维护中国海上安全秩序。 他分析认为,过去海警所遇到、处理的问题,多数是沿海、海域的一些问题。 而现在在建设海洋强活的大背景下,我们要突出全球海洋之力,建设海上命运共同体,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多、更复杂。 沿海、海域、海陆海上通道的问题我们都要考虑。 这就给海警进行海上维权之吧,提出了更多、更高的要求。 海警转移武警,是适应新时代、新形式的需要,去钓鱼岛寻啥。 说回巡航钓。 鱼岛,中国海警船远赴钓鱼岛,除了宣誓主权外,是否还有具体的工作?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。 需要明确,巡航钓鱼岛对于海警船而言,绝非是轻松的溜温。 那去年9月18日当天的巡航举例,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正常巡航时,便遭到了日方海上保安听船师的阻挠和干扰。 日本媒体称,对着现场十分激烈紧张此外,根据去年6月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党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相关决定, 中国海警局相关职权,大致可分为八类,换野之,只要是我国的领海。 那么相关海域内的生态保护、渔业管理、海上治安、甚至是行政调查,都是中国海警的事情。 日本媒体经常抱怨,随着中国渔船前往钓鱼岛海域作业,为其护航保鱼的中国海警船也随之而至。 其中护航保鱼一词,已经点出了中国海警巡航钓鱼岛的一项具体的重要任务。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,向政治见分析称,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渔权化界问题上,并没有取得共识, 所以,我们会按照自己在东海的传统渔船,来实施捕鱼作业,和日本没有什么关系。 至于日方一直宣称,要增加巡逻船数量,来应对中国渔船。 宋忠平表示,中国海警船将持续为在东海及其相关海域渔船捕鱼的渔船,提供护航和警戒任务。 如果日本对中国的渔船造成干扫,那么,我们的海警,将有力执行护鱼任务。 宋忠平的自信病,不盲目。 从2013年后,我国在海警船线上,装备方面,已经大幅进步。 外交学者曾透露,中国海警在几年的时间里,新增加了100多艘船只,目前拥有200多艘各式船只。 另外,从个头上来说,目前中国拥有两艘排水量超过12吨的海警船,为世界之罪。 从日媒报道中可知,应对中方越来越频繁的巡航,越来越先进的设备,已经让日放苦不堪言。 对此军事专家引主,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表示,日本应该习惯这种差距,今后会更大。 整支界前文也已经强调,只要是中国领海,上述这些海上维权执法任务,都由海警负责。 这也意味着,其负责的海域,远不止钓鱼岛附近海域。 由于中越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析,巡航钓鱼岛得到了双方媒体的格外关注,事实上,中国海警的身影,遍布古海江。 除了保护我方渔船正常作业,去离类国渔船,同样也是海警的职责。 去年9月,央视军事报道节目,披露了中国海警船426102文昌昊的执行事迹。 当时,一艘国际不明的渔船,正闯入我国海域进行捕捞作业。 文昌昊迅速靠近该渔船,并按照执法程序,对其进行了取证和驱赶。 最后,赶于船被成功驱离。 这样的画面,实际上就是中国海警在海上工作的日常写照。 转例后,中国海警局注册官方微博,其中,正之间发现了两张官方发布的海警。 成绩单,资料数北京青年报环球网。